在有线新闻的会员思衡 政府到立法会汇报《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期收到的意见 政府参考意见后建议考虑干扮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如果涉及勾结境外势力,应属罪加一等 也会考虑加入公众利益作为披露国家秘密的面责辩护 不过门栏应该很高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由被告负上举证责任做法合适 王家俊报道 立法会两个委员会和23条立法相关事宜小组 举行联席会议 听取当局汇报咨询期间的公众意见 保安局递交172页文件 归纳周到的超过13000份意见书 透露会采纳当中部分内容 包括考虑干犯部分危害国家罪行 涉及境外势力的时候应该罪加一等 煽动意图罪和相关的管有煽动刊物罪 罚则亦会提高 考虑就与国家秘密相关的罪行 加入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免责辩护 但是公众利益必须大过国安风险 门栏应该很高 大部分的情况都未必符合 究竟为什么 基于什么事实 客观的事实 你会有真心相信 你不揭露这个机密是不行的 从常理逻辑和一个免责条款的本质上来说 将举程积放在那个人身上 也是一个很合适的做法 政府又说会参考英国国家安全法 父权裁判官授权警方 将机留被捕人的时间 由48个小时延长到14天 针对潜逃海外人士 除了咨询文件提出取消护照 暂停福利等之外 也会考虑引入更多措施 以及考虑禁止任何人提供资金 给潜逃人士 保安局说97份的反对意见 9份是来自境外反华组织 包括国际特资组织 也有三份的署名和潜逃人士同名 林定国说会马不停提 全速增分夺秒 尽快订稿 将条例草案交到立法会 有线新闻黄家俊报导 政府整合公众意见时 提到有建议 禁制Telegram、Signal等通讯软件 甚至是将Facebook、YouTube等撤出香港 惹来多个立法会议员的关注 政府强调无意禁制任何社交媒体 只会针对利用平台 发表迷害国安言论的人 苏敬华报导 政府整合了23条立法咨询期的公众意见 部分和社交媒体有关 例如说海外网红利用YouTube等的渠道 宣扬反对港府政策的讯息 有意见就建议将Facebook和YouTube撤出香港 亦有意见建议禁制在香港用Telegram、Signal等通讯软件 彭博出了一个项目 去说禁制任何社交媒体 极有理由怀疑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去散播这些危言耸听的言论 去阻碍我们的立法 我希望彭博能够看到我们议会 再次澄清 他自己修正自己的假新闻 否则只有进一步 令到他的公信力是失去的 看到某外媒的一些不实的报导 已经在我们新来港人才的平台上 引发了一些热议和讨论 有的人会担心说 是不是不能在香港再用某管 或者说不能访问某书 我们针对的是言论的内容 或者发起这些言论的人 我希望我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清楚 局长有没有补充 没有 政府强调制定条例草案那时 会根据国际公约 尊重人权以及言论自由等的权利 有限新闻 苏敬华部导 政府强烈不满和谴责彭博的错误报导 发言人说 彭博片面挑出书面意见 标题断章取义 企图误渡国际社会和特区市民 以为特区政府会禁止平台运作 意图令人怀疑 要求彭博确保 往后有关23条立法的报道要公正持评 以免读者受到误渡 国务院副总理丁舌祥 出席全国政协港澳联组会议 有政协引述丁舌祥说 要尽快完成23条立法 然后全力拼经济 陈华因是北京报道 副总理丁舌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和何厚华陪同到达会场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也都是主席台上 主持会议的梁振英 带领港澳委员 鼓掌欢迎丁舌祥 丁舌祥在会上听取委员发言 之后作总结 有政协引述丁舌祥说 香港要尽快完成23条立法 基本法已经实施了近27年 这个限制责任必须完成 各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 他们为什么不担心 在其他的外国 有国安法影响影响环境呢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 立法危害这个影响环境 这是个违命题 其实他充分就肯定特首的 过去一年多的工作 他说他是用量点来形容 和特首的表现是历史担当的体现 希望我们特区政府能够更加可以执行好 民生方面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民生的问题解决好 很多问题 大的问题 不会影响到政治方面的问题 我想大家生活好开开心心 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气 今次是丁市场掌管港澳事务之后 首次出席政协联组会议 一共有200多个港澳委员参加 其间有6个政协发言 整个会议持续大约过几宗 有线新闻 陈慧欣是北京报导 西安和青岛即日起立入自由行城市 有过往跟团的西安旅客 改用自由行签注 说手组和流程简化了 以后会多些访港 有青岛旅客更加打算在香港消费20万 黄家俊报导 西安和青岛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 下午就率先有西安航班抵港 非足三个钟 迎来的不再是短途客 有人一家大小计划逗留5天 终于开放了个人签注 我还觉得挺开心的 之前都是跟团签 然后就是我们出关跟入关问的问题 也会比较多 然后这次反正就都很顺畅整个的流程 就是感觉很便捷 来自青岛新婚的陈生陈太 早上办理员签注 下午就出发来香港渡蜜月 带了20万人民币 准备荷包大出血 从来我喜欢可能20万不够 碰到我不喜欢可能2万花不了 我觉得香港这么有魅力的地方 我肯定会花不少钱 旅游业界说 自由行的旅客消费力比较强 预计西安和青岛的游客 今个月下场会开始增加 来接机的立法会议员陆汉文 就希望业界和政府提早为五一黄金周做好准备 看看澳门 其实他们的策略就是 他们是为我们到香港的国际旅客 提供了免费的船票去澳门 所以我相信其实一程多阵将会是一个 我想旅游的大的趋势来的 所以我也希望当局能够考虑一些 有限迷住有限返 但也希望用一些适当的银蛋政策 去为我们在大湾区也好 在国际也好 去抢那些旅客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去到机场试测 他下星期会访问西安和青岛 和当地官员业界会面推介香港有 有线新闻黄家俊报导 长沙环有电单车和的士相撞 司机倒地之后被另一架私家车展过死亡 电单车华额在路中 现场留下损毁的头盔 事发在夜晚10点多 驾电单车员连长道往葵冲方向行驶 在海盈村对开和的士相撞 电单车司机倒地 再被尾取的私家车展过 分为宋远 抢救之后不治 涉事私家车和的士不顾而去 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 和追查两个涉案司机的下落 美国共和党的克利宣布退出总统初选 她没有公开表明支持对手特朗普 只是叫对方争取党内选票 随着克利退出 意味年底大选将会再是特朗普和拜登之争 林晶仪报导 克利在曾经做过州长的主场 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选 感谢支持者 也都感谢美国 克利说自己的对手前总统特朗普 将会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在祝贺他 但没有表明支持 只是说特朗普要争取 包括他在内所有不支持他的共和党人选票 希望他做到 群调国家不可以因为分歧而陷入分化 克利主张 选民除了特朗普和拜登 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初选支持度落后于特朗普 但是他都无放弃 到近日才赢到首仗 华盛顿特区初选 超级星期二在弗蒙特州爆冷 但是都只是为他带来多40多张党代表票 随着特朗普在超级星期二 横数十几个州 已经累积过千张党代表票 预计他很快达到总统候选人提名门栏 总统拜登在民主党初选都没有遇到障碍 接近传取所有州份 随着他和特朗普将会跑出 他们的高龄继续成为关注焦点 有线新闻林郑义报道 又回到其他新闻 稍后见 看下最新金融行情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升21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39点 英国富士指数升27点 巴黎剑指数升23点 其他新闻 人大香港团开会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出席的港澳办副主任周济说 中央仍然有一系列为港政策推出 驻北京记者郭婷晶报道 人大香港团在人民大会堂香港 听举行小组会议 港澳办副主任周济 中联办主任郑雁出席 多个代表发言 认同总理李强在报告中 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 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建议涵盖教育 创科发展 体育经济等等 周济说回缩你意见 他以防防自由行城市为例 强调中央会支持香港 为什么只出了两个呢 后面时代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 来停港支持香港 也要试一下咱们基础设施 就是刚才各位代表发言当中 通关住所消费等等 它的容纳的一个过程 他还说之前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 经深圳湾离开 也都是为了考虑延长过境的问题 离开的时间 我看燕雄又把它送到了关口 我在想不一定对 他还在考虑这个关口 怎么24小时通关 周济又提到近日有评论 说香港经济不好 他就认为环球局势不明朗 香港已经做得不错 你说你增长速度 还达不到我三年二年 说我香港 他唱衰香港 你这个本身这个就 底气应该不足吧 不要为他带天 周济发言十几分钟 他最后寄与香港要齐心协力 黑难并进 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 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由线新闻驻北京记者 郭婷征不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鼓励事件局等法定机构 适当借贷 达至收支平衡 西九、海洋公园、市建局 这些他们都要想一下 在一个运作模式里面 如何来到尽可能 自己达到收支平衡 我举个例 举个例 比如是市建局那才算 市建局要收一些旧楼 然后将它发展 然后卖 很多时候 他要前期拿出钱 后期卖楼的钱才回来 他就要管理现金流量 我们就鼓励这些不同的机构 适当去用一用银行贷款 陈茂波出席清协网台节目 和青年交流 说借贷的过程 可以给银行检视 不同机构的业务项目 是否可行 也是适当运用市场资金 避免轻易寻求政府注资 他重新政府发债 是为了投资发展和造地 避免楼价波动 公屋平均轮后时间增加到5.8年 按贵多0.2年 长者一人申请者 轮后也轻微延长到4年 防委会解释 去年公屋落成量是近年最低 首三季可供偏配单位偏小 加上安达神道嵩天程的事故 承办商精进建筑需要停工检查 令葵聪、丽瑶村和大部库叠村工程有延误 预计随着屯门、东涌、观塘、古洞北等 多个公屋项目落成 加上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 有信心综合轮后时间 可以在2627年回落到4.5年 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 《苹果日报》主筑杨清奇说 社论代表报纸的立场 要跟随黎智英的观点 他说不是每次都想着黎智英的指示社 有时会有感而发 例先同报道 不名理平的杨清奇 由筹车压送到法院 他说社论代表报章立场 但《苹果日报》运作比较特别 社论主题没有经过讨论 由执不借决定 但要留意黎智英的观点 他不是每次都想着老板的指示 有时是有感而发 控方展示杨清奇赞写的社论 杨清奇说是支持抗争 希望政府撤回逃犯条例 与黎智英是专栏呼吁的一样 至于呼吁制裁的社论 杨清奇说 与黎智英同公众如论一致 控方问 谁决定论坛版的作者 杨清奇说 张建雄和陈佩敏都有权推荐 黎智英作最后决定 至于作者有什么条件 杨清奇说只有三项 支持政治上民主 经济市场化 和不支持港独 杨清奇说 黎智英2016年曾提议 邀请建制派领袖担任论坛版写手 包括现任行会成员 但最终不成功 日线新闻 黎智英同报道 教育局说 知道有跨境学生过关时 被内地海关撕走中士书一页地图的事件 已经联络学校了解 又说涉事教科书几年前出版 地图资料部分和国家最新标准地图 有不一致的地方 已经通知书商更新 同时要求其他书商检视相关内容 李永中报道 有网上专业引述教师说 有跨境初中生过关的时候 被内地海关折查 搜出中士教科书 关元撕走了一页中国地图 怀疑因为地图没有显示南海十段线 和将钓鱼岛写了作钓鱼台 教局说已经联络学校了解 教科书是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 现代智趣中国历史第二冊 2020年通过评审 立入适用书目表 教科书罕在的现代中国传途 和中国地势图部分内容 和内地去年最新发布的 中国标准地图资料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教局说教科书是几年前出版 会尽快通知出版社更新 也会通知其他出版社检视已经出版的书 如果发现地图资料有滞后 必须要适切跟进 涉事教科书的顾问就认为 教科书很难包含所有细节 教联会副会长兼立法会议员邓飞就认为 国家自然资源部每一年都会出版标准地图 出版社可以派给学校做补充材料 有线新闻李榮忠报导 菲律宾总统小马河斯回应 飞方船隻和中国海警船冲突 说未是时候启动和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表明继续支持飞方和履行防御条约的承诺 外交部重申中方执法无可非议 坚决反对美国为飞方挑衅行为撑腰打气 叶家讯报导 在澳洲出席东盟特别峰会的菲律宾总统小马河斯 在演讲提到南海局势正在恶化 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飞方会按照国际法传统不让 捍卫领土权益 他又透露不会就近日和中方在南海的冲突 启动和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说现在不是时候 会继续监察针对飞方船隻的危险举动 美国国防部批评中方举动魯莽危险 美国国务院发声明 支持菲律宾依法应对挑衅行径 说共同防御条约有效范围 涵概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岸防卫队船隻 在南海遭到武装攻击 发言人没有明确交代攻击的定义 和美方在什么情况下会启动条约 在北京 外交部说 菲律宾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批评美国国务院 动静以履行美非共同防御条约威胁中方 中方奉劝美方不要将菲律宾作为棋子 搅乱南海地区局势 非方也不要任由美国摆布 历史教训表明 棋子最终只会成功